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4年7月4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黄成子 各位早安 我是王峰 首先点点关注今日头条聚焦国家主席习近平外访的行程 当地时间7月3号上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斯坦大总统府出席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所举行的欢迎仪式 两位元首并展开正式会谈 习近平强调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方都将坚定维护中华友好 在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当地时间7月3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车队在摩托车队的护卫下抵达总统府 六架哈萨克斯坦空军战机从总统府上空飞过 拉出象征中国国旗的红黄色彩带 以最高礼仪欢迎习近平的到访 两位元首步入总统府一层大厅 同对方的主要部门官员分别握手 随后共同登上节乐台 聚业队奏中叉两国别攻 在托卡耶夫的陪同下 习近平检阅仪仗队 在大范围会谈中 习近平高度评价中华关系发展 指两国经过32年的合作基点 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最高水平 世代友好高度互信 休期与共成为中华关系的主旋律 我愿重申 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方维护中华友好的初心坚定不移 推进全方位合作的恒心坚定不移 在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相互支持的决心坚定不移 对实现各自国家发展目标的信心坚定不移 我愿同你一道 携手构建 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华命运共同体 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发展稳定 注入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并强调 中华两国都处在各自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 双方要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实施更多互利共赢的合作项目 中方运同哈方提升经贸合作水平 确立未来尽早实现双边贸易额翻番的新目标 进一步扩大进口哈萨克斯坦优质商品 托卡耶夫也在会谈中表示 哈中关系已经迈入了新的黄金时代 两国重大合作项目进展顺利 他重申哈萨克斯坦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使中国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 深化对华友好战略合作 使哈方坚定不移的战略优先 哈方期待同中方落实访问成果 全力实现双边贸易额翻番的目标 加强农业 经贸 新能源 跨境电商 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 加快推进跨离海国际运输路线建设 哈方比欢迎设立哈中文化中心和鲁班工坊 积极办好名言中国旅游年 密切两国地方合作和教育文化等人文领域交流合作 这几年中哈关系一直保持在高水平运行 两国在2019年建立起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政治呼信和务实合作都在不断的提升 在正式会谈中 两国元首也重申对于彼此核心利益的坚定支持 以及对于推进全方位合作的共同意愿 也进一步巩固了双方世代友好 高度互信的政治足迹调 凤凰卫视小文后友韵周明亮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报道 习近平三号在阿斯塔纳总统府 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举行小范围会谈 习近平指出 去年他和托卡耶夫总统在西安和北京两次会晤 就中哈关系发展做出新部署新规划 引领中哈关系黄金30年快速发展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哈关系 将哈萨克斯坦视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和在中亚的重要合作伙伴 中方维护好发展好中哈关系的意愿和决心坚定不移 不会因一时一世或国际风云变换而改变 中国将永远是哈方可以以众和信赖的好邻居好伙伴 中方愿同哈方继续加强天然气等传统能源合作 拓展光伏 风电等新能源合作 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哈萨克斯坦投资 助力哈方将资源优势转换为发展能力 实现绿色 低碳可持续发展 托卡耶夫表示 习近平主席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对哈中关系发展具有历史性重大意义 哈中关系基于牢固的睦邻友好和坚定的相互支持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势头 哈方愿同中方一道 进一步挖掘两国在能源 矿产 新能源 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潜力 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至新的高度 哈方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哈萨克斯坦 主权 独立 领土完整 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决打击三股势力 维护两国共同安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哈两国元首在会晤后 共同签署联合声明 规划两国未来重点合作方向 两国元首还共同出席中欧跨离海 直达跨运开通仪式 并且见证中哈文化中心 和北京语言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接牌仪式 中欧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哈萨克斯坦总统 托卡耶夫三号的会晤 达成广泛共识和多项合作成果 两国元首在当天就以视频方式 共同出席中欧跨离海直达快运开通仪式 支持中方车辆首次以公路直达运输方式 抵达离海沿岸港口 也标志着集公路 铁路 航空 管道运输为一体的多元立体互联互通格局正式建成 两国元首并共同见证中哈文化中心 和北京语言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接牌仪式 在随后的签字仪式 习近平同托卡耶夫共同签署联合声明 规划两国未来合作重点方向 并见证两国各政府部门间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 习近平强调 中华是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路人 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 推进发展战略对接 尽早实现贸易额翻番 双方确立了未来尽早实现双边贸易额翻番的新目标 商定不断深化经贸 投资产能 互联互通 能源等传统领域合作 托卡耶夫在发言时也提及双方的经贸投资合作 他表示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的主要投资伙伴 目前正在落实的45个项目 规模达到145亿美元 哈方将为中方企业创造一切必要条件 助力在哈市场开拓业务 目前有4700多家中方企业开张自己的业务 我们主要开张合作的领域 包括能源 基础设施 农业 金融 交通 航空 黄金领域 爱奇等 哈萨克斯坦有议员 愿意为中方的企业 创造一切所必要的条件 为他们能够在哈萨克斯坦的市场 开拓自己的业务 在文化交流方面 中方还将在哈萨克斯坦 开设第二家鲁班工坊 并于明年在哈萨克斯坦 举办中国旅游年 双方并将拓展媒体 智库 影视等领域合作 除了双边合作以外 中方两国元首还同意 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合作 中方并支持哈萨克斯坦 加入金砖合作机制 发挥中等强国的作用 为全球治理做出应有贡献 双方并期待 即将在阿斯坦那举行的 上河组织峰会 取得圆满成功 推动上河组织发展 迈上新的台阶 蜂蜂卫视 巧文后有韵 周明亮 哈萨克斯坦 阿斯坦那报道 习近平三号晚 在阿斯坦那出席 上河组织峰会之前 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习近平指出 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容是 双方要不断涵养 中俄关系的独特价值 发掘两国合作 内争动力 习近平和普京 在上河峰会前 在阿斯坦那举行双边会谈 这也是两位元首 在今年5月以来的 在此会面 习近平指 在中俄建交75周年之际 两国为下一步发展 做出规划和部署 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 双方要不断涵养 中俄关系的独特价值 挖掘两国合作 内生动力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和外部环境 双方要继续秉持 世代友好的初心 坚守造福人民的恒心 不断涵养 中俄关系的独特价值 挖掘两国合作的内生动力 为维护两国正当权益 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做出努力 普京在提及双边关系时也指出 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双方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 俄方支持中方 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和正当权益 反对外部势力 干涉中国内政 插手南海问题 我们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 我们不结盟 不做成任何集团 我们为我们两国人民而合作 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 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强调 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坚持劝和促谈 愿继续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等地区热点问题 做出积极努力 在国际协作方面 习近平表示 中方支持俄方 履行好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职责 团结全球南方 防止新冷战 反对非法单边制裁和霸权主义 中俄双方要继续加强全面战略协作 反对外部干涉 共同维护本地区安宁稳定 中国两个元首也谈到了 在多边框架下的协调合作 特别是在上河组织框架下 愿同各方一道探讨 组织的建设 以及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推动上河组织发展 行稳支援 凤红卫视 小文后友运周明亮 哈萨克斯坦 阿斯塔纳报道 习近平3号在阿斯塔纳 还分别会见了 阿塞拜疆总统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以及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在会见阿塞拜疆总统 阿里耶夫时 中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阿斯塔纳的下塔酒店 会见出席上河峰会的 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 双方共同发表 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 联合声明 这也是自1992年建交以来 双边关系的重大升级 今天我们将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 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 新定位也是新起点 我们双方一定会继续努力 加大相互支持 更好的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 中安两国一致同意 拓展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 加强国际协作 共同维护两国共同利益 促进地区以及世界和平 稳定与发展 双方愿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 优化商品结构 推动市场准入 并将积极探索建立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制度性安排 3号当天 习近平还会见了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米尔吉约耶夫 指今年1月 双方将关系提升为 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两国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 中国正在加快推进 中国是现代化 乌兹别克斯坦也正在 全面推进2030战略 中方愿同乌方一道 推动中乌关系 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并重申 中方坚定支持 乌方维护国家独立 主权安全 永远是乌方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伙伴 在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时 习近平也强调 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 乌方维护国家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决反对任何势力 以任何借口干涉吉尔吉斯斯坦内政 中方愿同乌方深化发展战略对接 扩大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推进全方位互利合作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和组织峰会之前 和多国领导人分别会面 普京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时 赞扬了俄巴关系 指两国关系正在以一种务实友好的方式发展 农业和能源是双方重要的合作领域 夏巴兹表示 阿方有意与俄罗斯密切合作 并进一步巩固关系 普京还会见了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 双方都赞赏了俄阿关系 特别是在贸易合作面发展良好 阿利耶夫表示 两国签署联盟宣言以来 一直作为盟友共同努力 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时 普京表示两国关系积极发展 强调两国都在国际政策上扮演活跃角色 普京说 两国双边贸易额近月虽然有所下降 但仍维持550亿美元的高水平 不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会后对俄罗斯新闻机构表示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不能成为俄乌冲突的中间人 但未有详细解释原因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哈元首在3号会晤 同意尽快让双边贸易额实现翻番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国家经济部长 拜巴尔斋尔沃夫 在接受本台独家采访时就透露 双方计划在未来的3到5年 实现1000亿美元的贸易额 我们知道我们的交易中两个国家 是最高的级年 是两个国家的新闻额图吗 对 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的交易与中国国家的公司 是大概$41亿美元 我们的目标是到$100 billion 我们的目标是一个目标 但是我们会与我们的伙伴与中国 来到这一个目标 在多少年来到$100 billion? 我觉得我们需要3或5年 那是很快的 所以你准备什么区域吗? 我觉得是投资区域 是执行大串投资ー 在水货业专业专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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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语言大学的哈萨克斯坦分校正式揭牌 这也是这次国师访问人文交流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段鹏在阿斯塔纳接受本台独家采访时就透露 建立分校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具体举措 目前分校已经在当地启动了招生工作 第一期的招生规模预计在150人左右 我们在教育部和哈萨克斯坦教育部以及两国大使的大力的推动之下 可以说用一种最快的一种火箭般的速度 六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整个的签约选址课程设置 人员安排和开学的工作 现在的招生工作已经开始进行了 目前来看咨询电话可以说是络绎不足 因为总统本人就是我们北京语言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最好的一个代言人 包括我们的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葛夏 他也是北京语言大学的毕业生 我们第一期大概的计划招生规模是150名同学左右 这包括本科和硕士的同学 段鹏透露 目前北宇已经选派了六位教授副教授全职来当地任教 除了中文课程以外 分校还计划开设西班牙语日语等其他语种的学科 以及商科新闻学等多样化的课程 期待未来的在校生能够达到600到800人的规模 随着中华关系不断提升 两国经贸往来不断增加 在哈萨克斯坦想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人也越来越多 这次访问期间除了北语的分校之外 中华文化中心也正式揭排 相信将会进一步促进两国的人员往来 人文交流发挥重要作用 凤凰卫视小文后友运周明亮 哈萨克斯坦阿斯坦那报道 下期回来关注更多的时事要闻 我们稍后见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英国大选 这场大选将会在4号举行 外界预料攻打将会取得胜利 首先松纳克在尽最后努力拉票 不过保守党有个人未选 未选就已经先人输了 就业及退休保障大臣斯特赖德表示 现在的目标应该是转向 如何做好在野反对党的准备 尽量取得一席减少的损失 而传统支持保守党的报章媒体 也是含有的表明支持工党 保守党似乎已经败局已定 根据选举前一天 3号的最新民调显示 工党有望在650席的下议院中 取得431席 取得压倒性胜利 而保守党只能赢得102席 创自1906年创党以来最差纪录 首相苏马克前往英格兰南部 汉普郡访问一间小学 他趁最后机会呼吁审明投票保守党 在此前就业及退休保障大臣斯特赖德 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节目访问时表示 他能相信工党会大胜 因此保守党应将注意力集中减少损失 保住足够的席位 在议会中成为有效制衡工党的反对党 面对几乎肯定胜利的工党 英国部分主流媒体已跟随民意转向 包括太阳报 星期日泰晤士报 经济学人 金融士报等传统支持保守党的报章 在大选前一日都表态支持工党 其中太阳报的头版更以标题 是时候换经理人了 以足球为封面 实质暗示大选要换首相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看香港明报的消息 关注英国的选民的票 投票将会怎么来投呢 英国的民调机构YouGov 在6月底的一个最新统计数据 就显示 英国选民的十大关注议题 包括了经济 医疗保健 移民和政治庇护 以及住房 环境 罪案 和国防安全 教育 脱欧 以及税务问题的 那这些议题当中呢 经济和医疗保健 是最重要的大选议题 分别是有52%和50%的选民关注 而非法移民和庇护的议题 有40%的受访者关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英国的住房问题 没有多达近四分之一的人关注 而对于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私下告诉盟友 他正在考虑是否继续竞选 白宫在3号否认了拜登退选 相关报道的真实性 并且表示拜登绝对没有考虑退选 那拜登的星期三和竞选团队的 工作人员进行了电话会议 表明他正参选 没有人劝退他 他不会退选 会坚持到底 一定会取得胜利 美国总统拜登3号 在竞选团队全体工作人员 电话会议上明确表示 他不打算退出选举 并且将奋战到最后 直到赢得选举 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天也重申 拜登绝不会退选 纽约时报和CNN3号引述 拜登的一位关键盟友的消息称 在过去24小时 拜登与他私下的交流中透露 拜登可能无法挽救 自己的连任之路 拜登清楚自己在首轮辩论中的 糟糕表现 未来几天能否说服美国公众 相信拜登能够胜任总统的工作 至关重要 拜登认为 接下来几天的公开讲话 必须非常顺利 尤其是本周五 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的采访 以及在宾州和威斯康星州的 竞选遭事活动 这是拜登首次表明 他经历辩论失利后 开始认真考虑自己能否从中恢复 拜登竞选团队在辩论后 也意识到危机正在加剧 拜登竞选团队副经理福尔克斯 3号也完全否认 拜登曾在私下有过退选的想法 他强调 拜登参加这场竞选是为了赢得胜利 拜登就是民主党总统提名人 拜登连日来也一直与民主党人进行交谈 向他们保证自己会参加这场选举 直到在11月获胜 凤凤华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中报道 美国民主党内对于是否支持拜登继续参选出现了裂痕 有民主党议员警告 如果拜登惨败 将会拉其他民主党人下马 大家都关注的是 拜登要是退选的话 谁会是接替他的首选 今天带着一些问题 我们和洛杉矶直播室记者杨平俊 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 平俊豪 把时间交给你了 好的 谢谢橙子和王崩 大家好 今天美国焦点首先看到的是 美国总统拜登与前总统特朗普的 首场电视辩论表现欠佳 导致民主党内支持拜登继续参选出现裂痕 消息人士透露 如果拜登决定不继续参选连任的话 副总统哈里斯是接替他的首选人选 消息人士指出 在所有替代人选当中 以副总统哈里斯知名度最高 在可能被认真考虑作为候选人的 民主党人当中 他的民调支持率也是最高的 哈里斯此前曾明确表示 他会全力支持拜登继续竞选连任 并无意取代他 不过有民主党的助手私下表示 拜登的命运可能取决于 未来几周民意调查的结果 如果他的支持率进一步落后于特朗普 可能会引发民主党人普遍呼吁他 他以退响的一个声音 民调结果在辩论结束后几天 CNN的民意调查显示 特朗普目前以6个百分点的优势 击败拜登 但以较小的优势领先于哈里斯 民调还显示 如果拜登以外的人参选 民主党人更有可能入住白宫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媒体关注的重点内容 我们看到尽管首场的总统辩论 过去快一周 但目前包括自由派等媒体 依旧持续讨论 拜登辩论表现不佳等相关的话题 国会三报的聚焦于佛蒙特州民主党的参议员 维尔奇警告称 若拜登总统在11月大选中惨败的话 他可能会拉下其他民主党人拉下马 维尔奇表示说 拜登正在看民意调查结果 已决定他是否应该继续竞选连任 他还提到 若拜登决定结束竞选的话 那么8月份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就需要进行公开的竞选 选出最后的候选人 而参选人必须要延续拜登的政策 据悉民主党人曾担心 拜登在变人中惨败及糟糕的表现 将无法击败特朗普 并且在本周早些时候 维尔奇就批评拜登的竞选团队 对民主党人这一担忧 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 以上今天的美国焦点 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好 谢平均 我们带来美国焦点 另外再来关注到 第75届北约峰会 下周将在华盛顿举行 华府专家3号指出 除了乌克兰危机以及对华政策 美国总统拜登在首轮总统辩论失利之后 如何在国际舞台展现领导力 也将是全球关注焦点 第75届北约峰会 7月9号到11号在华盛顿举行 此次峰会的三大议题 分别是加强盟国防御和威慑力 支持乌克兰自我防御的努力 以及加强北约的全球伙伴关系 特别是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 对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 专家普遍认为 乌克兰不太可能在华盛顿 收到来自北约的邀请 中国也将是此次的 此次峰会的焦点议题 专家指出 随着中俄关系的密切 欧洲国家对华看法发生了演变 从过去聚焦于对华合作的机遇 逐渐转变为 中国给欧洲安全构成的挑战 此外 在美国大选逐渐进入白热化的争斗之际 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对北约截然不同的立场 也引发了北约各个成员国对美国选情的高度关注 在首轮美国总统辩论结束后 美国总统拜登如何展现全球领导力 将是此次峰会的一大关注焦点 除了美国大选 法国首轮议会选举中极右翼获得历史性胜利 英国在4号举行大选 大选前的民调显示 反对党工党有望以约20%的优势获胜 会把连续执政14年的保守党赶下台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北约领导人出席峰会时的地位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意 华盛顿报道 俄乌冲突继续 俄罗斯指控乌克兰军方3号利用自杀式无人机 袭击扎布罗热核电站的变电站 造成了8人受伤 而连接埃尼尔·戈达尔市的电力移动中断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接受彭博社的访问时表示 如果特朗普知道如何结束俄乌战争 今天就应该告诉他们 好让他们有所准备 索列斯基接受彭博社访问时指出 他会对听取特朗普团队的提议感兴趣 但强调任何停战提议都不能违反乌克兰的主权 他表示如果特朗普知道如何结束俄乌战事 今天就应该告诉他们 如果方法会让乌克兰独立受到威胁 让他们失去国家地位 他们会想知道好让他们有所准备 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民意暂时领先 他过去曾表示自己若能当选上任后就能立刻结束俄乌战事 在刚过去的电视辩论中 特朗普批评拜登向乌克兰提供数十亿美元 但仍未能让战争结束 特朗普竞选团队曾表示 特朗普是唯一能恢复俄乌和平 并重塑美国的力量和威慑的人 但未有提供具体的方案 而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声明称 当天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无人机 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彩虹变电站三次 袭击导致变电站的两台变压器受损 供电中断 当时变电站正进行优化对安尼尔戈达尔市的供电工作 袭击还造成了核电站多名员工受伤 另外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防空系统成功在莫斯科州等地击落十架乌克兰无人机 及两架企图前往黑海新罗西斯克港口的海上无人艇 俄军提供的画面显示 宿舍炮正在海上攻击一架 相信是无人艇的目标 国防部表示 事件未有影响港口的运作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白俄罗斯解放八十周年庆祝阅兵活动 三号在首都明斯克举行 白俄总统路卡申科发表讲话 谴责因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 企图干涉白俄罗斯内政 俄罗斯防长别洛乌索夫出席了阅兵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仗分队参加了阅兵室 阅兵活动在首都明斯克举行 参加当天阅兵室的有五千余名白俄罗斯军人 白俄防长赫列宁站在敞篷军车上解约部队 并向总统卢卡申科做汇报 身穿军装的卢卡申科发表讲话 回顾卫国战争历史 谴责纳粹主义对白俄的迫害 并指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 也企图干涉白俄内政 本次阅兵室展示了三百多辆坦克 多管火箭炮等履带式和轮式装备 组成的机械化方阵 此外还展出防空导弹 伊斯坎德尔导弹和无人机等装备 俄军的卡五二攻击直升机也参与阅兵式 俄罗斯防长别洛乌索夫在场观看 应白俄国防部邀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仗斯里大队抽策一仗分队 也于当日参加了阅兵活动 此前在2018年2019年 解放军一仗分队也两度硬腰腹 白俄罗斯参加阅兵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以哈战事持续 以色列购物中心三号发生的 持刀商人事件 已经造成了一名以军士兵死亡 警方称可能涉及恐怖袭击 而另外一方面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美国正议员 戈特海默并且感谢其支持 于此同时 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表示 以方正在研究 哈马斯所提出的一项 停火换球的提案 以色列警方三日表示 以色列北部城市 卡尔米埃勒一家商场 发生持刀商人事件 造成两名以军士兵受伤 其中一人已伤重不治身亡 商场监控显示 两名身穿以色列军装的男子 在商场中穿行 另一名兰衣男子从后方冲来 先后刺伤两人随机逃跑 被刺伤的士兵向兰衣男子开火 然后用手捂住了脖子上的伤口 这名袭击者在逃跑过程中被击毙 以色列媒体称 被击毙的袭击者名叫拉比亚 是一名阿拉伯人 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 目前警方怀疑 事件性质为恐怖袭击 并已逮捕了袭击者的一些亲属 调查正在进行当中 暂时没有组织宣称 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 不过激进组织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 这次袭击是一次英勇的行动 另一方面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三日会见了美国新泽西州 民主党中议员格特海默 感谢他的支持 并表示期待于24日 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讲话 而鉴于内塔尼亚胡 近期指责美国政府扣留原意武器 未能向乙军提供足够支持 国会部分民主党人 对他的讲话持反对态度 与此同时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表示 由以色列情报机构 摩萨德领导的乙方谈判团队 通过斡旋方收到了 哈马斯有关停火换求的最新提案 正在进行研究审议 哈马斯当天也表示 为促成加沙停火 哈马斯同斡旋方 交换了一些想法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以色列军方3号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 击毙真主党指挥官纳塞尔 这也是冲突以来第三位被杀的真主党指挥官 以军指出被杀的真主党指挥官纳塞尔 负责指挥真主党部队 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 真主党为回应本次袭击 向位于戈兰高地的以军210师总部 以及以军防空和导弹基地 发射了100枚喀丘沙火箭弹 以军其后表示 大多数火箭弹落在空旷区域 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另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在加沙边境视察时表示 以色列有决心在必要时 对黎巴嫩采取行动 好 稍后关注两岸发明消息 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 2024年两岸青年峰会 3号上午在北京开幕 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批评 台独是将台湾青年推上战场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 连胜文就呼吁两年轻人 放下手机和电脑 进行真正的面对面交流 走门克服各种困难 2024两岸青年峰会 以携手会青春奋进新时代为主题 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讲话中 呼吁两岸青年把握历史大事 抓住历史机遇 做民族复兴 两岸融合发展 反对台独的先锋力量 宋涛强调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与台湾青年前途背道而驰 近期 有关部门联合发布了 惩治台独的司法意见 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 为的是更好的维护 包括台湾青年在内的广大台胞的利益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 不容否认 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 不容破坏 当前台独分裂势力 大肆鼓吹分裂谬 宋涛表示 两岸关系发展的根基 在人民希望在青年 大陆方面始终会率先 与台胞分享大陆的发展机遇 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 台湾青年到大陆学习 就业创业发展 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讲话 从自己1993年 在美国与大陆青年交流的故事谈起 我也担心说 我与大陆同学的互动 会不会让我在台湾惹上什么麻烦 30年前 你要是告诉我说 两岸的青年能够像今天一样 坐在这里开会 我一定告诉你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两岸中间有非常多的前辈 透过他们的努力以及贡献 才将许多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透过他们真正的行动 努力的行动 才克服了不知道多少的困难 才让两岸之间 今天有这样子交流的机会 连胜文呼吁两岸的青年 要放下手机电脑真正走出去 才能够克服困难 方法总比困难多 北京市委书记引力 介绍北京支持台青 到大陆发展的措施政策 呼吁两岸青年要常来常往 希望两岸青年像走亲戚一样 常来常往 我们将持续深化 精彩经贸 科技 人文 等各领域的合作 两岸青年峰会三号启动之后 在暑期将会举行一系列的活动 北京市表示 预计将会吸引超过 1300名台湾青年 到北京参加互动交流 这充分反映 两岸青年增进交流的 共同心愿 凤凰卫视 霍文伟 叶不见 北京报道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 刘德军表示 7月2号 福建海警在泉州近海 依法登检查扣 一艘涉嫌非法捕捞的 台湾省级渔船 有关渔船 违反伏计修渔规定 在抵托网禁渔区线内 违规托网作业 并且使用的网具 远小于国家规定的 最小网目尺寸 破坏了海洋渔业资源 和生态环境 期间 台有关船只 试图干扰正常执法 福建海警依法 予以警告驱离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消息 神州18号航天员乘组 在3号的22时51分 完成了第二次出舱活动 在约6个半小时的 出舱活动中 神州18号航天员乘组 叶光复 李聪 李广苏密切配合 在空间站机械臂 还有地面客人员的 配合支持下 为空间站舱外的 管路电缆及关键设备 安装了空间碎片防护装置 并完成了舱外巡检任务 其实目前 神18号航天员乘组的 太空出差之旅 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 后续还会有开展大量的科学实验和技术验证 内地南方多省份暴雨成灾 江西广西多地发生了严重内涝 国家防总在3号预计 长江中下游干流和洞庭湖 颇阳湖水位将仍将上涨 而湖南等地已经准备好 防汛应急工作 那湖南岳阳的平江县 近日遭遇了强降雨 并且出现了严重的内涝 那3号平江县 城内的积水已经退去了 但是道路的淤泥情况依然严重 居民区存在着断水断电的情况 我现在位置呢 是在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的县城 近日呢平江县市遭遇了 有气象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 强度最大 雨量最多的汛情 在1号的时候呢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 平江县县城内是出现严重的内涝 部分城区的积水达到3米深 而在我身旁的一些车辆呢 就可以看到有明显的浸泡痕迹 那据我们了解呢 从2号晚间的时候 城区内呢已经开始退水 但是目前呢 城区还是有很多的淤泥 以及目前据我们从救援队身边 了解到的情况呢 是目前在小区的地下停车库 还是有非常严重的积水的情况 那这些救援队的主要任务呢 就是对道路进行清淤 以及去到那些居民楼的地下停车库 进行抽水 刚刚我们也是呢 采访到了一些附近的居民 他们告诉我说 虽然目前主城区 已经没有明显的积水 但是部分小区的水电 还没有一个畅通的状况 部分居民还是存在断水断电 通讯信号不完整的 不完善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目前呢 平江县已经没有降雨的情况 我们看到天气预报呢 未来几天平江县的温度 是在33度左右 那以上呢 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周月涵 王磊在湖南岳阳平江 发回的现场报道 再来关注澳门行政长官 选举委员会 委员选举参选报名期 2号结束 一共348人报名 其中两个界别 报名参选人数 超出名额上限 澳门行政长官 选举委员会 由400名选为组成 其中344名 来自7个界别 或界别分组的委员 依法由选举产生 据报名资料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 报名参选人数为120人 第二界别中的 文化、专业、体育等界 共117人报名 第三界别中的 劳工社会服务界 则为111人报名 当中教育及劳工界 参选人数超出名额两人 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 将查核348名 报名人的资格 最快于本月14日 公布核资格参选人名单 对于参选人 是否拥护基本法 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澳门特别行政区 管理委员会将基于 澳门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做出判断 不符合候选人资格的 报名人将不得提起 声明异议或司法上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稍后关注 财经发明消息 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 美联储决策官员 在上个月的议席会议时 认为美国通胀 正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但仍然不足以支持当局降息 美联储周三发布 六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显示决策官员认为 美国经济正在放缓 物价压力正在减轻 不过预计在出现更多迹象 确信通胀可以持续向 2%的目标迈进之前 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并不合适 另外 投资银行高盛的 经济学家指出 代表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的全面关税提案 可能将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 提高16个百分点 到接近20% 并且会引发全球报复性关税 出现贸易战 最终会引发通胀上升 从而促使美联储 进一步地加息大约5次 而被称为末日博士的经济学家 卢比尼也警告 如果特朗普再次上任 贸易战可能会出现 并且损害股市 美国股市在独立日前期 只有半个交易日 三大指数走出了分化的行情 标普五百指数和纳萨克指数 再创历史的新高 科技股也是继续引领大盘走高 像谷歌母公司字母表 苹果 还有微软 都是创下了新高 英伟达也是止跌回升 收涨了4.6%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 在39308点 跌了23点 跌幅0.06% 纳萨克指数收报 18188点 涨了159点 涨幅0.88% 标普五百指数收报 5537点 涨了28点 涨幅0.51% 先来看本台众议委记者 给我们做的总结 我们来看新一三华日 股票市场早市情况 周三是半天交易 周四是国庆日休市一天 所以交易气氛是相对比较清淡 但是尽管如此三大指数 还是承见了涨跌互线的格局 导致小虎下降 标普五百指数和纳斯卡 纵合指数再创历史先高纪录 投资人在新一三观中的经济数据层面 一个是民间就业的人数增幅 不如市场预期的16万人 只有15万人 而上周首次申领失业 救济金的人数也超出市场预期 上升了4000人 服务业的供应管理指数增幅 也是低于市场预期 所以这些数据都显示 美国经济呈现温和降温的台势 投资人也预期在九月份 联邦主义局可能有空间开始降息 行业类股当中 科技类股还是持续领涨 而且科技类股当中的七大龙头公司 基本上都是全面上升 只有亚马逊呈现下降 是比索斯抛售 也是公司的内部抛售 是巨额的所持股票 所以对股价造成一定的压力 另外是传统工业股当中 医药类股持续呈现走低 道指当中跌幅比较大的是 默克和联合保健 而标普五百指数11大行业股当中 生物最好的群众包括 公用类股技术 原材和能源类股 总体来说 现在美国经济状况是市场 在星期三虽然是短天的交易 有一些乐观心态有限 售盘时 10年常债收率是4.35% 油价上升的幅度是 0.47% 83块 一毛九一桶 而金价上升1.7% 是2372.40美元一盎司 以上是星期三的情况 凤凰威势旁者 纽约报道 来看上香港商业电台 网页的一则消息 来关注到英国金融时报 引述了多名知情人士的报道 表示欧盟正在计划 对阿里巴巴 西音 以及拼多多旗下的 TiM等中国电商平台的 廉价商品 征收关税 消息人士指出 欧盟委员会在本月稍后 将会提出 取消目前150欧元的 免税商品门槛 主要针对上述的 中国电商平台 不过报道也引述 官员指出 如果要欧盟成员国 同意新建议 可能会有困难 将会增加各地海关 原本已经严峻的工作量 根据欧盟数据显示 去年有约23亿件 申报价值低于 150欧元的包裹 从海外抵达欧盟 当中 电子商贸的进口量 按年是增加了一倍以上 那报道引述了 提姆回应指出 公司的增长 并非是依赖廉价商品 只要说政策公平 并且符合消费者的利益 提姆支持政策的调整 西英也表示 全力支持有关的 关税改革 下一节关注更多的 时事要闻 我们稍后见 一会儿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